可了不得了 刘卓 英国钢琴家K博士正式向大马鬼才黄明志发出邀请了 邀请 什么邀请 邀请黄明志 手拉手向中共党魁维尼熊发起最后的总攻攻攻 这回行了 小熊维尼顺利晋级世界攻敌 要怎么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达的指挥的成功呢 千夫所指 没这么再成功的了 话说 黄明志 贺岁星歌龙的传人大火 三天时间流量直追三百万 要火出圈 出来 已经出道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了 伦敦圣潘格拉斯火车站 对吧 您怎么猜这么准呢 我还猜着了 K博士被这首贺岁歌曲彻底融化了 融化得非常彻底 举着小熊威尼布娃娃 叭叭 一顿飞吻 您瞅瞅 激动成什么样的 刷刷给小黄留言 哗 爱了爱了 明志 你啥时候来英国呀 咱们俩得一块直播呀 哦 我谈你唱 再歌再舞 乳共乳包 乎一乐乎 快点儿去 祝你好运 Dr K 我还是一标准递到伦敦银 那黄明志都回了吗 必须的呀 这么回的 谢谢哦 我的问题是 你啥时候来台湾马来西亚呢 来了 千万别踏刺我哦 完了这卡瓦纳博士彻底晕了 为什么华人初次见面 问候语全都是东塔吃贺 袍小哥表示 未经允许谁给我起日本名字呢 这是日本名 问君东塔吃贺几多愁 恰似袍一吼震全球 回放一下 Why you're touching her Stop touching her Don't touch her Please Do not touch her Please 行行行打住吧 丢不起这大脸 叶狼豪霸气侧漏了一地 可不 真把钢琴师给吓坏了 直接后闪 他咆哮哥咬他 之后啊 玩命还跟他不使下问呢 这里可是英国 不你们党国 难道我这拍车自由 已经被剥夺了 这画面一剥出去 全世界吃瓜群众全怒了 尤其看到火车站把公共钢琴给封起来之后 就这意思 不让我们小粉红用啊 谁也甭想用 可捅了马蜂窝了 正义之势 立马赶赴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对着钢琴一通抗议 钢琴表示 抗错了 我也是受害者 声援的就是受害者 有正义感的华人 很快出现在现场 华人钢琴师 还现场弹奏《愿荣光归香港》 为港人发声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顺利成为 全世界自由世界的抗共前线 小粉红咆哮钢琴师的直播视频 也迅速飙升到了近千万的流量 Talk TV 福克斯等各种电视台 开始紧锣密鼓 邀请卡瓦娜受访了 没错 英国最著名的主持人 Pierce Morgan 也把K博士请上了他的节目 K博士越战越勇了 老子到处说呀 成了一位可爱的 辛锐反共老战士 这期间 华人自媒体人David Zhang 他给了个建议 让K博士有了新的武器 小熊维尼吉祥物 你跟黄明志想一块去了 这叫英雄所见 雷总 对了 有了维尼这利器 K博士意气风发 再次向中共最高领导人 習维尼发起了最后的 你打住咱听原装的 往这看 女战狼豪 服了 1月26号下午 K博士带着小熊 再次出现在钢琴边上 他发表了 让中南海激起一身大饭的演说 愿荣光归香港 我全力支持香港人台湾人 小粉红想阻止我呀 一败涂地了 尽管两天前 我还根本不知道 小粉红是啥东东呀 可这小粉红表示 闹半天我们被小白给怼了 错误 K博士说了 我会尽快学会 愿荣光归香港的曲子 跟港人跟台湾人站一块 对抗暴政 往这看 I am into musical expression and this has taught me how music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how Winnie the Pooh is feared by authoritarians for goodness sake you're a dictator and you're frightened of Winnie the Pooh I'm mine my goodness So God bless you all Glory to Hong Kong I totally support the Taiwanese And I totally support artistic expression This piano was tried to The expression was The little pinks tried to shut us down They failed miserably I didn't even know What little pink meant Until two days ago OK 这小粉红气得 直好表示 雙赢 还真是雙赢 这传统新年呢 小粉红一气收俩大礼包 K博士的小熊维尼专场 大马鬼才黄明志的 贺岁金曲 龙的传人 玻璃心第二季 欢乐中国年 走起 对习达的小粉红来说呀 这将是一个可怕而灵异的信念 灵异 灵异 因为黄明志这首歌 是一个有关达的可怕预言 预言达的最后什么结果呢 罗声之后揭晓 强里强在金句妙评 欢乐开怪直面人生 甘心事业和油管的各位茶友们好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海外独间对口石头向上频道老北京茶馆 又跟您见面了 上后边段子之前 先来点年货的好消息 华人传统新年还有十多天呢 就到了 无论您身在世界哪个角落 也不管您过这一年 过得顺心还是艰难 置办趁新年货回家团圆过年 永远是第一选项 从现在开始到1月31号的24点 茶馆携手蓝莓优品网站 让您把健康年货带回家 在这个时段内呢 在蓝莓优品网站购物满150美元 赠送价值28美元的 台湾高山红茶一包 满280美元的送两包 并且所有的茶脸产品都有85折的优惠 另外如果您单买任何一款韩国红参产品 都会加赠您价值30美元的韩国KG面膜一盒 更有精心准备的健康产品套装供您挑选 而且套装里边的身类养生产品 在平时特价基础上 还给您再打九折 对再打九折 过年饮食油腻喝点好茶非常必要 期盛以后台湾高山特级人参乌龙 辅助您和亲友欢笑畅聊 派对熬夜需要补充体力和能量的时候 拿上一小袋金正焕高纯度红参浓缩液 瞬间精力满满 让新年过得健康清新有活力 点击描述栏或者置顶留言链接 进入活动专区任意挑选 因为活动已经是最低价 所以平时的茶馆优惠码 茶馆不能再叠加使用了 不习惯网上购物的茶友 电话订购服务来了 拨打电话8008805697 工作人员帮您下单简单高效 没错 电话服务时间是美东时间周一到周六 早九点到晚六点 蓝莓优品网站走起吧您呐 好嘞书皆甜言 直奔主题咱赶紧说说龙的传人预言了 达达的啥结果 急性子 行了说结果 结果就是你们习大的呀 这龙年不一定熬得过去 这么快啊 这不是加速加的吗 龙的传人给出习达的 凄凉落幕的详细场景 怎么说 连死党小跟班蔡奇 都对习家军的光环不屑一顾了 带头离开西 留下小熊威妮 站在垫脚的小板凳上 在凄凉夜色中 百思不得娶姐姐 这上吊绳子 我到底是挂呀 那还是不挂呀 您一塌塌下来也太可怕了吧 可怕不可怕呢 贺岁篇盗叙之旅 咱们开始 吓人之旅走起 首先公布一个重要线索 线索 就是黄明志扮演那皇上小跟班 带羽毛那小丝 对啊 上期节目咱们留过作业 黄明志扮演那小丝 脑袋上一组毛 羽毛这代表什么 对 好多茶友都回答了 对了 对于头上带羽毛呢 很多茶友都在第一时间 想到了正体自习 没错 这推背图里边就是这个小丝 朝呼人射箭 那象征习近平的胡人 就是头戴长长的智鸡灵 对啊 羽毛就是习近平姓氏上面的羽字头 羽字头 对 习的小跟班头上带羽毛 等于也沾上了点习字的边 习家军 没错 在黄明志《龙的传人MV古装剧》里 大部分时间 这小丝都是带灵毛的打扮 也就是说 大部分时间身份认同是习家军 这是他的荣耀 荣耀 我说那灵毛围成一圈呢 习家军光环 这光环了 这是意思之一啊 之一 那之二呢 小丝头上顶羽毛 构成一个敏感字 翠花上酸菜的 翠字 翠 上雨下足 走足顶着羽毛 这字太敏感了 翠字从习家军角度 那是习的走足顶着习家军的光环 这是好字 but 足字 它有另外一个意思 死的意思 哎呦 生足年月 什么时候降生 什么时候离世 对了 所以 翠花的翠字 就被党打成反革命汉字 反革态 语足 这结构不吉利 因为老习自认为是铁板图里边那个 白羽毛鸟 我这双重锁定 嗯 本来铁板图就说了 这白羽毛鸟最后撞山崖而死 这是来个这白羽毛鸟足了 您说这双毛衔给上的 黄明志把翠字 生动化成了一个贯穿全聚的人物形象 这是记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中共病毒三年大折腾 中国人对习极其反感 别提了 因怨恨而创造性的 在社交平台上 发起了一个行为艺术 转发翠这字 转完了以后就开始拆解这意思 白羽毛鸟足 习足 习二傻足 习死两回 对了 这个翠字上面的语字呢 也是两个简体的习字 俠字 习二足 新浪微博当时都怎么干了 每日起翠抄换 真抄抄 习求习二足 习求习二傻 赶紧上路 可见民怨之汹涌 这是从驾崩梗那来的 对了 电视剧《甄嬛传》呢 孙力说了 真心助导五皇万岁 驾崩 快点吧 我都等不及了 我习毛平瞬间表示 怎么回事 我喷嚏打起来没完了 是不是有人又念叨脆花上酸菜了 当然了 茶友们 对小丝头上的羽毛 大脑风暴 还是刮出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大脑风暴 比如说 五毛了 拿鸡毛当令箭了 骑马的小熊是马虎 带羽毛的小丝是幼鸟了 幼鸟这靠谱 甚至于因为羽毛 往右伸展 根据左西右东 这茶友认为 这小丝头的羽毛 只带的是毛泽东毛思想 这脑洞开的一个字牛 回到哥俩判断这主要意思 小丝顶羽毛 还是习家军的标签光环 以及象征习彻底歇菜的翠子 习二族 好了明白这意思 咱们往下一捋 这细思极恐的情节就来了 这老吓唬人 注意啊 黄明志扮演的习近平小跟班 呈现出一体两面 表面相生 内理相克的思想感情 您这来回来去的忒扭了什么意思 表面上看 小丝带着习家军的光环 在习安前马后侦查到水 尽心竭力保护皇上 那表面之外呢 深层是习二族 习歇菜 习死 这个代言人 如同驾崩魔咒 如影随形老跟着你 形影不离 甚是可怕 又是这厚薄梗冒凉了 瞬间想起那个推背图第57项了 吴越奇才 蔡奇太大的呼之欲出的感觉 齐活 终于等到刘卓点出蔡奇的名字 得我又吃回螃蟹 没有啊 茶友小曹早就破题了 哦小曹 我似乎看见了蔡大的登场 入脑入心入魂 没完了 哎呦呸咱这茶友眼光高深 那是 能看出蔡奇太大的登场信号 这咱茶友怎么看出来 这您得问茶友去 不过在人物定位上 茶友的见解 跟李政对黄明志扮演的小丝 奇妙暗和 好 你们暗和蔡奇暗黑 这位来者不善 还在理你怎么看出蔡奇来的 原因有三 三哪 一 跟小雄威尼皇上如此形影不离 朝中除了蔡奇没有第二个人 这还真倒是 蔡奇已经实质上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必须二把手 第二呢 黄明志演的小四 每回一尊一问 有没有反对的呀 哎 这位立马盯着全场左右叛 瞄着谁发表不同意见 这样的狠角色 只有蔡奇胜任 这蹲蹲跟北京那会主打一个刺刀剑红 知道 第三 推背图有云 东边门里扶金剑 东边门里是太子请公 蔡奇现在公认的储君一号人选 而这个MV情节里边 这位老习小跟班 三分钟不离手的 是一把金剑 哎呦 这习达的被扶金剑的直接给贴身尾随了 您说这是不是够吓人呢 说到吓人呢 查让我们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故事里面 有几个关于哪种场景最惊险最吓人的故事 没错 最惊险仨场景一个比一个吓人哪三个 百岁老翁潘姑枝 井上鹿鹿我婴儿 盲人骑虾马夜半临身池 对了 就是刘卓说这最惊险的场景 目前每天上演在习平身边 每天他身边什么意思 咱们上回分析那些歌词 龙虾龙眼龙马精神 对呀不是说的虾眼马吗 对呀 我就问您 虾眼马是什么意思 这盲人骑虾马 维尼皇上的模糊面具 整个把眼全糊上了 什么都看不清楚 那不是盲人他胜死盲人 我说那张大脸子那么模糊呢 那不是小丝都不能看得见吗 您没看小丝戴着 瞎子阿炳那墨镜的吗 要您这么说 一看不清楚这皇上 其实一瞎眼马 旁边牵马那哥们还是个盲人 至少是故意装盲人 这位装盲人的目的是专门往邪路上领 您就说这大踏步走起来 那还不分分钟把打的送到悬崖边上去 真要害死朕的节奏啊 为了避免把观众下出三级来 黄明志给那匹马 留了双完整的眼睛 没戴眼罩 那拉倒吧 马眼睛没事 头刑他出事了呀 说刘卓聪明绝顶 刘老师就掀锅盖去 注意啊 茶友们火眼金睛 有人看出这匹马的猫腻来了 哎 头发样式灰肠 向胡锡进 您瞅 就冲这头刑 按胡叼盘执起的方向 玩命前进倒退 一折腾 不把小熊维尼给摔残了 他是绝对不带罢休的 怎么是前提了 总而言之吧 小熊维尼代表的习达的 身边所有人都在努力 都努力 努力把一尊这盘大旗 下成大年三十除袭 那喜人效果 这人人奋勇 个个争先要除袭 其实呢 这话说回来 也不能说这帮人全是雾翼 那怎么说 这习达的死歪咧非要保党 怎么拦也拦不住 哎呦 三指头上的神明 那只好把他跟党的食育命 彻底紧密连接在一块 这才叫没罪找家扛呢 所以看整个龙的传人MV 您就会发现 黄明志扮演的小丝 一开始这身打扮呢 还是羽毛 头饰 外加黑白两道的 古装乞丐服的 看丐帮 地痞流氓出身 黑白两道 外加血色基因 撒色 就这撒色 重点和关键呢 还是他头顶那习家军的羽毛 羽毛 然而 又怎么了 到了最后大结局 习达的食育命也到了气息将近的时候 人家蔡奇那么尖也看出来了 所以达的铁杆小四突然之间 换上了之前做旁白时候 做说唱第三者时候那装束 这装束最大的特点和变化就是 脑门上那习家军羽毛没了 去掉习家军标签 蔡奇的内心独白直立给公开了 这不就是去习化吗 要这么再发展下去 那真就是除习了 说什么的 蔡奇是习家军最铁杆代表 最后这哥们带头去习化 除去习家军的标签 这等于明目张胆在习身边除习 这个剧本相当有 预言的意味 完了 那习家族真要麻烦 那最后这结果真变成现实怎么办 哎呀这现在基本上是快成现实了 成了啊 正往那近呢 这就是最后曲中人散的一幕 小熊威尼指挥龙子船人M拍摄 正式杀青 没错杀青就是结束 Game over 不是这都over了还玩不同意请举手的 您说 对啊喜欢这个 注意宣布龙子船人刚开拍的时候 有人举手不同意了 这不同意什么又给你家出去了 对了对了 这回宣布龙子船人彻底杀青结束 Game over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的时候 说难听点就是树岛胡散散了 这太难听了 这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人反对了 全都赞成 而且大家欢天喜地散火 并快速撤离 连那象征吹喇叭抬架的那五龙队都走干净了 达的身边簇拥的人一走一撤 直接哥们水落石出 脱象了 寒风之中 就剩那小熊威那伪皇帝 站板凳上 孤零零被架空在那 下来没人服 上去没台阶 上去有 有根上吊绳子 挂了之后板凳往旁边一踢 齐活 党国版崇真 一个孤独踩着凳子的人 独裁者 独裁者 这独裁者 还在机械的鼓掌 也不知道是为了庆祝自己使命的终结 还是庆祝别的什么东西 往这看 咱们2024 二岁歌曲 龙的传人 正式杀青 反对的 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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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回家过年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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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它 乐 我们 祝福 我们 我 故宷寡人 踢掉板凳之前的定格特写 真够凄凉啊 嗨 更多奇葩信息 以后有机会啊 再行补充 哎 小熊‧威尼 这场指挥全世界全人类的闹剧 该取中人散无 连蔡集都要出席行动了 那些一門新的跟擋走的小粉紅 您不想想自己的退路吧